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希5,晨早新聞報寸第一條片 我們現在出九條片,YouTube經常不讓你看到我出片 你今天正在看第幾條片 記得按訂閱和按鈴鐺,否則沒有片通知 今天天氣如何? 來到11月15日,星期二 今天大致多雲,一間部分時間有陽光 做高氣溫約27度,催和緩至清淨的偏東風 今天最高自外線指數大概是7強度屬於高 是,嘩,真的看到這些新聞,嚇死人的 嘩,那個什麼? 吃吃水餃有粒鐵釘的,你是不是想拿命? 你說有粒豬扒在表面,銀色叮一聲都或者見到 在餡裡面,嘩,好像那些什麼 外國那些,Halloween怪魔 將糖,收那些刀片進去差不多 這粒鐵釘為什麼呢?在哪裡呢? 這些新聞簡直是嚇死人 嚇死人的新聞當然有很多 你想一下,如果你出街 無端端夜晚晚又會 之前斬錯人 這次上水又斬人 斬到昏迷,刀手就逃去 應該不是一個,是幾個 唉,恐怖了,成地都是血 另外說一下,有個工人 這個值得讚的,他本身路不實為 他撿到銀包交給地盤主任 地盤主任就自己落格 然後就被人拘捕了 真的交給警察 真是測試到人性的貪念 另外,香港真是很死亂的 有個23歲的女孩子 發現全身乳傷 被四個人老了上車 然後就獨打了一輪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這麼恐怖,妙齡少女 當中有沒有被人借過那過呢? 等一下研究一下 另外,每天都說那些人 跳樓的事件 野豬都跳樓,嚇死你了 有隻野豬跑了上天台 然後YOU jump,I jump,跳了下來 恐怖,恐怖 另外,有一宗說 有個人去踢球 帶著16萬的勞力士 然後被人偷了 哎,你踢球都帶著這麼昂貴的標 怎麼搞的呢? 詳細新聞內容 記得訂閱和看守 一天九條片 有很多東西要聽 好,今天最新新增 就是6014宗確診 輸入是556宗 多了10名患者離世 數字上又破6000 都算是高了 越來越有些 是不是因為你們那邊涼呢? 我又不覺得你們特別涼 聽過溫度好像都20度以上 都是這樣 每天都是這樣 大家在做什麼呢? 其實是等的 等服償 等大家沒事了 那就好了 有些人比較危險 高危人士大家自己注意保護一下 好,有很多新聞 真的說不完 尖沙咀酒店 電工也觸電 心跳一度停頓 送院的命危 這件事很誇張 這樣說 經常說電要小心小心 我小時候 拔插鬚經常被電電到 這個電工已經在做那一行 一樣電到心跳停頓 在昨天12點16分 尖沙咀梳士巴里道18號 一個酒店裡 一個姓鄭的27歲 男電工在地庫更衣室 檢查電錶 檢查而已 因為電錶漏電 導致他觸電 他在離地三呎高的位置墮下 陷入昏迷 而心臟一度停頓 真是 幸運 幸運 他的同事馬上用自動心臟除電器 和他 撲出來 其後恢復呼吸默搏 不過仍然昏迷 由救護車送到伊莉莎白院救治 情況是危殆的 警方列作工業意外 正調查意外的成人 所以說 什麼都要小心 就算經常做電工 不知道他這次電到 雲拍不齊 下次還會不會繼續做這行 真的很危險 好 另外說說 將軍澳地盤出現了戰時炸彈 拆彈專家到場處理了 那顆炸彈很大 直徑有75毫米 他在環保大道和環澳路交界的地盤裡 找到戰時炸彈 應該是日軍扔下來的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人員當場把炸彈處理 有10個人需要疏散到安全的地方 香港沒有人受傷 香港是不是危機四伏 地盤都說有炸彈 碰到電也說會電死 乘搭地鐵呢 地鐵也說會出軌撞爛門 幸好你上次人少少 不然就很大 好了 那有什麼調查報告呢 別人要搞成100多天的 港鐵做事效率迅速 專家推斷螺絲未鎖實 自鬆脫,震下來又或者金屬老化 很快有個答案 秋風系統金屬滑蘭二位惹禍 他說這樣,但之前又說出軌 我不知道他怎樣 有幾個說法,開始說出軌 不知道,可以同時發生的事情 因為這些事情不是一朝一夕 會不會甚至連結構、製造廠商等 責任不會只有一個半個 因緣際會才會有這麼嚴重的事情發生 另外有人說港鐵甩門和鬼有關 油麻地,曾經爆發一個女生跳軌失蹤奇案 這件事不過有很多說法 有人說是柴灣站 有人說是油麻地 鬼估的東西很難說 但真的有新聞紙賣過 很舊的 那些字從右邊看上左邊 我想七八十年代大公報 他說女學生路軌 墮軌 然後找不到 好,地鐵站出怪事 哇,很多 石結尾至尖沙咀列車瘦了一小時 又有人跳軌 目擊 接著會不會跟鬼有關呢 如果鬼有這麼大力 墳場就炸到沒有了 是不是這樣說 你說哪裡最多鬼 地球都那麼多鬼 必須怕鬼 鬼一定比人多 這個世界是循環的 不是那麼多例鬼 如果鬼可以弄壞些東西 那地球就毀滅也可以 你怕人好過 在油麻地 除了出鬼之外 油麻地有一條女兒 二十三歲 周身遇傷 被揭發日前 被四個男人推上車 腦酒和毒打 哇,真誇張 剛才凌晨時分 警方接到報案 有人懷疑 在油麻地上海街爭執 上去看 發現有個女兒二十三歲 周身遇傷 眼睛被人打傷 照救護車送到廣華醫院治理 宋院時清醒 初步調查 相信女事主幾天前 和她男朋友因為感情問題發生爭執 隨後她前男朋友聯同三個人 在佐敦上攔車 然後把她帶到攜衝 叫做打磚平街 就是一個室內位置 其間女事主被四個人讀 警方正調查事件 包括你怎麼走得脫 以及剛剛凌晨爭執的對象是誰 案件列成非法禁錮 以及襲擊 造成实际身体伤害 由尖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 暂时未抓到人 有些抓到要过几天 尖沙咀闹市斩人大埔公车销路案 反黑组六天后就抓了三个人 他们都抓到不过要等一会儿 你也要等线报线来线去 等人说一下英雄事迹 收一下料到处刮一下 你只看标题 闹市斩人大埔公路烧车案 你想想多恐怖 尖沙咀8号发生闹市斩人案 那时11点 两个男人在金巴利道近加拿分道对开 被几个男人拿刀狂斩 刀手晴空后就上了车 两名侍主脚中刀肉血 之前记得有张图 脚好像被人斩歪了 就是那一宗 另外那辆私家车怀疑大埔公路 接人走那辆被人烧了 做完事就毁尸灭绩那种 之后就抓了三个男人 等下先 上水一个男人被扫人遗斩 这单刚刚新的 刀手逃去无中 刚刚凌晨2点 巨报一个男人在上水新城路21号对开 被四折五个男人拿刀狂斩 跌落地了 接着就说这批刀手就上了私家车 就向新运路方向逃去 救护员接报刀场 经初步调查 这个34岁姓张的男事主 身上多处有刀伤 手脚背脊全部中刀 清醒送去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 之前有一份报纸说斩到昏迷 东方说斩到昏迷 香港01就说是清醒 不知道他清醒还是昏迷 我两边都看了 警方说封锁现场调查 未有人被捕 列作伤人案处理 加油大埔警区重案组跟进 站未有人被捕 现场围下大量血迹一只拖鞋 附近有个车房车身也染有血迹 这个香港哪有这么恐怖 所以经常说晚上没有出街 不是怎么样 男的每次都被人斩 女的被人非礼 元朗18岁 租非礼女士 警察拘捕了一个30岁巴基斯坦籍的假烂民 对了元朗发生 这个男人是迟行街址 原来这件事是13日晚上发生 18岁少女报警 他说前天 12日凌晨在元朗同乐街 被一个非华裔男子非礼 我告诉你 都不用说团圆天 我试过跟一些女人进去苗街 三五个男人 都是有色人种 有个男人走过 在你身边走过 一手好像打篮球 偷球那样 握住了一个女人 一眼拍下去 那怎么办 那女人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要不要报警 那些怎么报警 你认得到谁 每个人都一样 对 你跟他理论 就打你了 那样 是这样的 所以有件事件 这是警察查了一天之后 就抓到三十岁持行街子的巴裔男子 喂 以前我们就说抓不到 以前的年代没有那么多天眼 现在周街都是天眼 未必抓不到 那如果有这些事 尽快报警 你不可以让那些人日渐猖狂 那非礼的案还有 18岁被人非礼完 还有个19岁在油麻地大厦梯间被人非礼 警察抓了29岁的男人 油麻地发生非礼案 警察拘捕了一个男人 警方表示10月22日晚11点 之前非礼 说有个19岁的油麻地大厦里 怀疑被男人非礼 男人走了 他跟进调查 油尖警区 也好做到事 在昨天上午 长沙环拘捕一个29岁姓羊的本地男子 涉嫌非礼 也挺好 至少抓到先 也真的要报警 否则你给他一次两次下一次的受害者 他们越做越厉害 不知道他想做什么 是否这么说 刚才说过上水斩人 上水还有个女人被车撞到昏迷 涉案七人车是不故而去 你又是这些 上水发生车祸 涉事车辆不故而去 昨晚11点 当局接获多名涂人报警 目击一个女子 在上水龙深路 龙峰花园对开 往天平川方向的路中心 怀疑被一辆汽车撞到受伤倒地 但涉案车辆不知所中 走鬼了 那女人重伤昏迷 消防员和救护员到场 将她急救 再送去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抢救 警方接报到场调查 那女人已经上了年纪 有些报纸就说她已经61岁 这样的 很危险 有些车撞到人就走 上次有个14岁的知休学生 都还在医院 对吧 你在香港怎么搞错 什么都要紧张一点 说一下国歌法 OK仔和大家做专题 很多议员出来 就发表他们的意见 就说拉他们 拉韩国那些 连警方的O记也在调查 有否违了《国歌条例》和《香港国安法》 那你是韩国 但也要表明立场 我昨天说完 那是线稿 不敢说那首歌名 现在开始有些报纸 肯定说出来 《荣光》那一首 当成中国国歌这样播放 当然特首李家超就表示了 警方会展开调查事件是否涉及串谋 违反香港国歌条例 或者其他香港的法律 这样的 打算是否跨地域执法 可否调 Rouge 再调查 那些事件 这些事件 三合会 有关上有组织罪案黑社会 会依法严肃跟进 所以记住了 另外,原來有報紙寫出來,在Google找香港國歌得出《願榮光》這首歌 專家說刪除不容易 首先,香港不是一個國家,中國才是國家 香港是隸屬中國的城市,為何會搜香港國歌? 多搜,你竟然找到《願榮光》 專家說在Google刪除也不容易 Google是美國公司,用國國法、國安法去拘捕美國的人 要強力譴責,這些是不對的 七攬播錯國歌被人找到,原來在Google有這樣的事 港府可以跟Google交涉,刪除他失實的內容和搜尋紀錄 看看行不行,希望他們可以做到 新聞報只是告訴你,我沒有什麼意見 純粹是報道一下 另外,這些事件真是… 你說黑社會真是不簡單 警察打擊西九三合會非法活動,37人被捕 又拘捕了37人 這是量禽行動 打擊三合會行動 11和12號拘捕了37人 年齡皆輔21至49歲 34名本地男子,三個本地女子 什麼都有的 什麼非法賭博、策劃商人、涉嫌商人、販毒 有攻擊性武器那些 毒品那些都有搜到出來 當然就說 另外要說一說 警察設可疑 設那些路障 查可疑車輛 有個19歲的的士男 的士男的士乘客 被揭穿可卡印 市值8400元 嘩,泛運啊 只有5.6克,是否泛運呢 還是智勇呢 應該是泛運 因為他有13包 當他是小艇 現在他們不用快餐車 其實我們也有看到快餐車 不過 看到他很多時候都是截的士去運毒 這樣 毒品快餐車又抓到一架 在荃灣截 這個毒品快餐車 拘捕了三個男人 檢獲大麻製品 這樣 就 對 這些一定要拘捕 看看 嘩 很多這樣的事件 講一宗 講哪一宗 就講這一宗 之前有一宗運毒 剛才講運毒 運毒來到香港判無罪 當時都說很離譜 這是東方的頭版 我看見這宗新聞 不是很多報紙賣的 律政司上訴得席 說中院下令 發還重審 好像說那些人都走了 好像說 蛤 是 不知道 那時候說什麼 那些傢伙又說 不知道怎樣 又這樣又這樣 總之你認識 我不認識 人贓並獲 然後那時候都說可以 被別人走了 現在他發還重審 你不可以讓別人感覺到 香港的法律好像流肥肥 這樣才行 我們這些真是公正嚴明 香港大佬 是法治之刀 希望就不是刀劍那一刀 另外說一下 痴媽筋的餃子想要命 肉餡床半寸長鐵釘 網民就說 這個店鋪是想收買人命的 很明顯 爆他的名字出來吧 他又不肯爆 看看 有人吃飯的時候 發現 那些蟑螂仔 周時有 那些不要緊 吃了肚餓 沒有事 身體強壯 就沒事了 吃了你也不知道 有時候 我講到 有人在中伏飲食報料區 在Facebook裡面 表示自己在天水唯一間 聲稱手工餃子連鎖專門店 專賣生餃子 你煮熟食後 發現嘴巴很痛 有東西響的 刺到 然後拿出來 你到底是一條半寸長的鐵釘 幸好就這樣咬咬咬咬咬 受傷的嘴巴 吞就死了人 刺穿的胃 真的要收買人命 很離譜 目前向食環署投訴 這些真的要釘牌 你弄一口釘給別人 你不是謀殺 事主帖文上載幾張照片 就說自己刺餃子的時候 刺了紙巾 餃子皮和肉碎 當中暗藏一口可致命的鐵釘 他表示 嘴巴很痛 幸好發現 刺了出來 如果不是吞下肚 就糟糕了 我吃東西都試過 好像咬過鐵線 你們有沒有試過 真的有些大和尚 想教我們做人 吃飯的修行 咬五十口才好吞 五十口 有時候真的 你咬得少 可能有些骨碎 你咬得多 你可以撈出來 你可以少許磨碎 老人家盡量撈出來 年輕人很多都算 照吞 很多蝦殼 骨 煤都煤 如果你說 這樣吞下去 有些老人家根本沒有牙 沒有牙 就照吞 你知道 很多老人家根本沒有牙 每一下就來 有些不理會 就這樣吞 像烏龜一樣 就這樣吞 你吃了這些 真是收賣人命 是不是 這麼離譜 我覺得 東方日報這件事 我覺得你應該把牙的名字都打開 這些沒有 這些 不可以縱容他 一次錯 一條人命 這些分分鐘 好了 經常都說 那些人自尋短見 先說說豬命 野豬 走去一間空置的西區警察宿舍 做什麼 跳樓 由天台墮下死亡 野豬跳樓 聽過沒有 我第一次說新聞說了三年 我講新聞 昨天早上八點四個字 一隻一米五長的野豬 都是大野豬 闖入西環西區警察宿舍 警署旁邊 那個空置了很多年 初級警務人員宿舍 現在沒有人住的 進去不知做什麼 又會進去 又會上天台 吃東西 在天台徘徊的危站 有途人見到一隻豬 走來走去 報警 怕他做傻事 想勸他下來 其實真的不知道他想做什麼 你上去做什麼 然後警署的警員 在旁邊有警署 警察上去看看發生什麼事 發現一上去 野豬已經跳下街 掉到皇后大道西的地盤 的位置裡面 警方經初步調查 懷疑野豬 趁宿舍 一個清潔工 休息室的大門打開 就走上去 警員期後 就持盾牌 因為他怕野豬很厲害 尿牙 分分鐘受傷 警察的時候 你看到 警察被野豬咬得很慘 畫面 這些都要小心防範 你有工具 不要跟野獸搏鬥 否則 打風狗正針 就說 上去找 拿盾牌 找不到一隻豬 在天台看下來 看到他在地上 跳樓 有什麼看不開 應該跟金錢沒有什麼瓜葛 難道是感情 不知道 因為人間道 正在淺女人 野豬道 我不知道 真的 你問問他們 好了 有什麼事 這件事真可憐 80歲老人家在油站借廁所 不讓你去 網民解話 堅拒愛借 就有原因 不借也是道理 不是吧 人情子那麼薄 人有三急 有油站 就要拖 找油站拖 有個80歲的老人家 什麼 借廁所 不讓他反避星土 有什麼搞錯 在網上Facebook群組 就有人發貼 他說12日晚上10點 駕駛著80歲的老人家 一個老人家尿急 經過河民田 一個油站 想借廁所 而已 不過油站職員說 廁所不外借 就叫80歲老人家 走去勝利道公廁 於是他馬上把車駕駛去 叫職員幫他入 什麼 把車駕駛去 又叫職員幫他入 100元油 100元油 反問 他說 那我是否可以借廁所給老人家 如果給100元 就指油站沒有同情心 以後就不會光顧 也不是的 你一定會光顧 走去沒有油 你就要入 那這個貼一出 有網民 就是批評油站不外借廁所的行為 他說老人家很難忍 老人家身體機能不好 忍尿很辛苦 這些是人道立場 以前讀書也是 那些老師最喜歡 就不讓人去廁所 我也覺得是人道立場 大家都受這些教育大 但是有人批評 樓主以80歲老人家 道德綁架油站職員 直指油站職員 只是根據公司指引 拒絕外借 不是出於個人意願 這樣嗎? 這樣以後就沒有人仇什麼仇物 上頭落命令 你一句都說了 上頭落命令 沒有了 這個世界沒有仇恨 你懂得這麼想就最好了 你懂得這麼想 世界是和平的 可以了 說完了 你說上頭落命令 他也是照公司指引做的 我們看到香港很多事情 都是照上頭指引做的 好嗎? 你懂得這麼想就行了 世界是和平的 不用說其他事情 世界沒有紛爭 全都很開心 可以了 好 另外先講講阿sir 有些冒失事 休班水警 在旺角下跌了一張委任證 警察呼籲 撿到了 麻煩你還回來了 撿到你沒用 給他吧 有些人說 阿sir平時有什麼用 委任證 你不要理人 總之有用 可能上班的時候要夾在胸口 這個屬於水警東部分區 休班警員 在上個星期六凌晨 在旺角下跌了一張委任證 案件連續遺失政府財物處理 交由分區跟進調查 警方呼籲市民如果撿到 立即打電話 交回附近警署 這個阿sir這麼大頭蝦 跌了一張委任證 你也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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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告訴你每個人做了很多好事才能升到特首這件事 你怕不怕鄧東姑 這件事 好 接著說說 有一傢伙 你是有錢人 28歲 有錢仔 踢球 被人偷了一個側背包 你也是 那個包裏有16萬的勞力士 以及過萬元的財物 踢球 踢街場擺在這裡 我打籃球 打半場這麼近 都要拿過那些腰包 鎖在籃球架底 你想一下 這麼貴重的東西 你帶去踢球做什麼 附近有鎖架 他就放在球場邊 你讓賊仔聽到這些新聞就發達了 原來籃球足球場有這樣的貴重物品 好心你們吧 那隻錶是165,000元 還有一部價值10,000元的手提電話 就是iPhone 加到1,000元的藍牙耳筒 再加一個銀包有兩塊錢 你真是的 銀包只有兩塊錢 那個電話一萬 錶是165,000元 連耳筒也有1,000元 銀包只有兩塊錢 失物總值176,000元 這些案件列作盜竊 交由沙田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據知失洩手錶是勞力事無止境 好了 真的是勞力事 大家自己出街要小心點 另外有一件事 這件要說 他說有人交出了一個銀包 有個非華裔的男子報警 早前就不見了銀包 原來銀包被一個工人收拾 給了地盤安全主任處理 誰知地盤安全主任自己下架 說自己交給巡邏警員 但翻查閉路電視就沒有這些事 誤導事主和警務人員 嘩這樣 在荃灣區以盜竊和誤導警務人員兩條罪 拘捕了地盤主任 那裡有3420元 一宗幾千元的銀包事件 足以入獄 三萬多元 地盤主任 三千多元 一個月起碼要賺三萬多 地盤主任 這樣背著兩條罪 是不是很愚蠢 貪治就只有一個貧 勸大家 記住看完今天的九條片 就這樣了 拜拜